蒙古国建国百年,拥有壮美的景色,坐拥巨大的矿山资源,这些丰富的资源在强国手里肯定会将价值发挥到极致,但蒙古国并没有充分地利用自己的优势,处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,地理位置优越又安全,按道理来说,一个国家成立百年之后会有一定的根基,但如今的蒙古国却堕落成为了风俗业大国,不禁让人唏嘘,而如今的衰败究竟是因何种原因呢? 冻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历史解读,了解蒙古国,蒙古国是世界公认的最难惹的国家之一,但是它难惹的并不是它的经济实力,国家实力,主要还是和它的地理位置有关,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地理位置,在我们中国和俄罗斯之间,被我们中国和俄罗斯包围,世界数一数二的两个大国,多么有利的防盾保护啊。 所以,那些想侵犯它的国家,势必要经过中国和俄罗斯,这当然是很难的。 同时,为了我们国家和俄罗斯的稳定,以及两国的联系,我们和俄罗斯也会把蒙古国保护好。 因此,从地理位置来讲,蒙古国拥有绝对的优势,并且是非常安全的。 不怕外敌,根本不怕其他国家对自己虎视眈眈,也不怕别的国家打自己,毕竟有两位老大哥保护着呢。 回归正题,我们需要大概地认识一下蒙古国,才能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。 其实,蒙古国和我们还是有一段渊源的,别不信,它还曾是我们的一份子呢。 这是因为蒙古国从元朝开始,就是我国的固有领土之一,属于我们的一部分。 后来蒙古国独立了出去,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,这才和我们话分开,有了今天的蒙古国。 但是因为之前的关系,很多情况下,我们还是会把它称为外蒙古。 蒙古国想要独立,也不是一天两天了,早在清朝之前,他们就一直想独立。 当时我们的国力很强,对各领土的控制也比较严格,所以蒙古国的独立梦想并没有实现。 对于独立,他们一直是只能让让,我们没有如他们的意。 但是到清朝的时候,他们终于寻到了机会,独立的梦想也要实现了。 在当时,由于闭关锁国,以及列强们的虎视眈眈,我们的国家实力也在逐渐被削弱。 这个时候,我们是比较脆弱的,也比较忙碌,但是他们依旧不断上报,提出自己想要独立的想法。 按理来讲,对于这种威胁政权统一的想法,是应该被惩治的。 但当时的情况也特殊,根本没手去管这些不安分的小事情,也就搁置了没处理。 直到二战结束,美英两国开始了搅屎棍行为,花尽一切心思去刺恼我们国家,瓦解我们国家。 为了达到目的,他们最想做的就是分解我们的土地,明的不行就来阴的。 他们不顾及我们的强力反对,替苏联说话,答应了苏联同意蒙古国独立的想法。 蒙古国自然是高兴的,他们的梦想终于要被实现了,能够成为独立国了。 对于这件事,我们自然是反对的,但没有其他办法,只能独自苦恼。 毕竟当时我们的实力受大创,面对霸道列强的强盗行为也做不了太剧烈的反击。 这个时候就只能把选择权给到蒙古国手里,结果不用多说。 蒙古国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独立,所以他们欣然同意开始了这场闹剧。 最终,在1945年的时候,98%左右的蒙古国公民投票决定,统一独立后正式建国。 自此,蒙古国开始了它的独立之路,最终也如愿地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,妄想走上巅峰。 蒙古国独立后一直走下坡路,成为了独立国家,如乐院的蒙古国的发展又怎样呢,成为了他们心目中的大国了吗? 其实并没有,独立后的蒙古国经济一直在走下坡路。 不和我们国家的一二线城市相比,就和我国内蒙古这个自治区比较,蒙古国的发展都并不算好。 蒙古国的发展一直在走下坡路,比起我们的内蒙古要差很多。 虽然蒙古国已经建国80年了,接近于100年,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,他们的发展是迟缓的。 远远落后于我们国家的内蒙古,更惨的是,蒙古国还欠下了100多亿美元外债要还,将蒙古发展拽落马下。 丰富的矿产资源在蒙古国境内,但他们并没有利用起这个优势。 在蒙古内部,国家领导班子并没有将矿产资源的开发纳入经济发展。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没有赶上能源的列车,蒙古自然掉了队。 很多国家会想尽办法促进国民消费,以带动国家GDP,例如韩国,会购买奢侈品。 在韩国高中生都会追求高涉品牌,以充当自己的门面,所以韩国的GDP就是消费名牌包,高涉珠宝带动起来。 蒙古国一方面没有利用矿产资源,另一方面国家内部执政腐败,没有远见,错过了发展经济的最佳时期。 这也就导致蒙古国经济萧条,国家落后。 国家经济不好,国民开支缩短,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蝴蝶反应。 没有钱养军队,也没有钱补贴人民,老百姓都没饭吃了,只能投身颜色产业。 领导班子频繁调换。 自1911年宣布独立,蒙古建国已有百年。 但国家内部仍然不稳定,俗话说得好,有国家才有小家,国泰民安,则人民保持暖衣。 第一,国家若处于水深火热,则民不聊生。 内蒙古国虽建立百年,但国家内部政治仍然不稳定。 你敢信蒙古国在28年的时间里,组建过14届政府。 国不可轻易调动,但蒙古国实行的是多党会一致,国内政治环境极其不稳定。 倘若外国有人在蒙古国境内游玩,出了意外,也很难寻找得说法。 也正是这个原因,很多旅游者不敢前来,国家的不安定,带动不了旅游经济。 民族众多却不团结。 作为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,应该是一个大家庭。 按道理来说,蒙古国的文化应该非常有特色,但他们却在自己国家搞独立,一副谁也瞧不起的样子。 蒙古国放弃了传统蒙文,大量蒙古古文无法翻译。 明明是自己国家的瑰宝,却被摒弃,无人阅读蒙古古文,失去了祖先留给自己的宝物。 这样的民族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发展起来。 在蒙古国没有先父带动后父这一说,他们国家的贫富差距极其的大。 有钱的人出行坐飞机,没有钱的人只能流落街头,百姓没有钱,只能做一些低门槛的工作。 越穷的国家女性地位越低,所以很多女子做起了风俗业。 人口稀少。 地广人稀既是优点也是缺点,对于一个国家而言,领土占地面积越大越好。 但若人口不足,就很难坚守自己的领土。 蒙古国经济落后,导致蒙古国当前国防能力非常的弱,甚至可以说毫无战斗可言。 现在它背靠两大强国,只要不主动挑衅,基本可以保它衣食无忧。 一个国家想要坚守自己的领土,军队不可忽视。 然而蒙古国这点军队在东亚根本排不上号,经济水平十分落后。 属于最不发达国家,整个国家的人均GDP甚至不如珠海。 这样弱小的国家不但没有钱,还没有人口支撑,怎么带动自身的经济。 没有劳动力,蒙古只能靠着大量出口来支撑收入,国内工业体系不发达,人才也不多,整个国家越发的贫穷落后。 举个例子,蒙古国人口目前只有三百余万人,而日本作为一个岛国人口早就达到了一亿余人。 一个国家,竞争力核心所在,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人口,只有人多了才有生产力,才有消费的能力。 生产力则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力量。 人口稀少,拖累了蒙古国的发展,再加上他们的气候非常的恶劣,干燥少雨,想要发展起来更是难上加难。 因为环境的问题,蒙古国至少有一半以上没有绿化,也不适合农业生产。 在绝大多数的人眼里,看来匈奴,契丹再到蒙古,都是纵横天下,威慑四方的存在。 但很可惜,现在的蒙古国,并非以前的蒙古,已经过了强盛期,没有合理的规划,土地退化,开始不适合种植,没有足够的食物,百姓为基本的虎口饭难,随便来一个寒潮旱灾,都有可能导致牧民挨乐。 年轻貌美的女子,为了生活,惨到沦落封尘,当地政府不再管制,蒙古的风俗业规模会越来越大。 作为一个崛起于世界的国度,蒙古国确实面临着诸多困境,然而,我们不能只看到蒙古国如今的困局,却忽略了这个古老文明的独特魅力,衰落或许只是暂时的,而蒙古国人民拥有切自立更生的勇气和智慧,他们定能够重振雄风,走出困境, 让蒙古国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。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,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。 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,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我们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